我是高鴻安 对于郭董来讲 看到昨天的场面会不会吓到 会不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换呢 人数这么多呢 你会不会吓傻了 他今天早上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真的有35万吗 然后我们也是拿四叉猫 就是计算的那一个 就是现场算给他听 其实大概就是8到10万 是一个capacity 就是最高的容量这样 所以他其实没有多做任何的发表 就是对于这件事 但是反而是关注点是移到了 马前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 其实昨天整个招式活动 其实还蛮可惜的地方 就是说本来其实这样的一个招式活动 昨天也听到韩市长其实在 内容当中其实不只是唱歌 他终于开始有讲到一些 跟现场的民众 包含他之后打算怎么样去发扬 他的一个政策等等 终于有一点开始 感觉到他的那个招式的内容 其实是有一个 我们听到是有一些内容的东西出现 但很可惜就是今天 所有的这些焦点 全部都开始关注到的是马前总统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他今天早上其实并没有太多是说 哇这人好多好怕 没有没有这种状况 他只是单纯就是关注了一下 就是昨天那个马前总统的事情 对那刚刚因为就是 瑞德哥有提到那个 拿钱名嘴 还有拿钱办民调的民调公司 我这边可能要帮忙就是澄清一下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韩市长有提到一句话是说 所有外面都是讲民调充斥啊 你看我之前选高中市长的时候 大家也都说韩国瑜不会上 但是我想请 因为我刚刚就是临时 赶快把这个之前的民调翻出来 可以帮我看一下这里吗 对 你觉得他在讲你们吗 讲我们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是拿钱办民调 然后拿钱黑函的 你觉得他在讲他 没有这样说 不要每次讲到钱就讲到我们家吗 我说你觉得他们才在执你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其实不好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数字 这个是高雄市当初 就是1124那一次的选举呢 他的一个封关的民调 其实所有这几家 全部包含我念一下 TVBS苹果日报东升联合报中时 然后对这家怎么好看不太到 所以最后的所有这些民调 其实都一面倒的是说 韩国瑜市长其实是赢成其迈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要反映的是说 昨天韩市长讲的这个说民调 其实他很多的假民调 你看当当初他们民调也都做出来 我不会赢成其迈 但最后我还是赢了 这件事情其实民调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上 他想要埋的是一个预防针 这个预防针就是说 接下来这些韩粉 你们如果看到我的民调往下掉 一定都是作假的 就是好像变成说 我们今天韩粉我们有接收到这个指令 所以之后如果看到民调 即便韩国瑜掉到什么状况 大家都不要担心 今天两个报纸的民调 他还是输啊 所以他才要把这个预防针 苹果日报 对啊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 我刚刚是确实是没有感受到说 他今天讲说用钱买假民调是讲我们啦 对这我倒是没有感觉到 因为其实 那讲的是今天的两大报纸吗 苹果跟联合报吗 是吗 你说他因为他也输啦 今天苹果 韩国医事长是昨天晚上讲的 所以他今天 他今天的民调他应该还没有看到 对但是他讲的应该是说 他之前这一段时间所看到的 这个掉落的趋势 以及他可能预测到未来 还会再继续往下掉 他必须要跟这些韩粉 钢铁韩粉喊话是 你们不要担心 因为民调是假的 你们只要看到民调就喊他奶奶的 你们就过了 所以比较像是这一类型的做法啦 所以我只是要先帮民调界的 就是专家大佬澄清一下说 民调其实真的还是有他的准确性 对那这个真的是 不要听到韩市长讲说 民调是假的 大家就不信